这个是继电器 那继电器呢 它是用来控制这个 跟我们的回路分开的另外一个回路的开关 那也就是说呢 你可以用Arduino这个0到5伏特的小小的讯号 去控制家里的大 家里大电的一个回路 比如说控制你家的电锅要不要开 像这种110伏特或者220伏特的回路 它是可以用继电器去控制开关的 那因为继电器它本身只有开跟关两种状态 所以它也是属于数位输出的部分 那它的三只角 跟我们的模组的设计 的共同的使用方式是一样 G跟V呢 都是这一个模组的供电 所以这两个就是接供电正电负电的地方 然后另外一只角就是讯号 那如果它的设计是属于 跟我们这个是一样的话 那基本上就是供 你讯号给它正电5伏特 它气电器就会打开 那打开呢 它这两只角 或者这两只角就会做断路跟开路的控制 断路跟开路的控制 那这边也是一样 讯号角接在这边GVS 那这边就是你的实体的另外一个回路的 那个接开关的地方 比如说电锅的回路 电风扇的回路 电灯的回路 都是接在这个地方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寄电器 那寄电器呢 它跟单一颗LED是一样的控制方式 那讯号线的部分一样是GVS 咖啡色红色橘色 G就是接地 然后V就是5伏特 然后另外一只脚就是讯号 那我们一样把它接在0到13 这个数位输出控制的脚位 任何一个脚位都可以 0到13一样是GVS把它接上去 那在寄电器的控制的电路这一边呢 就是如果你要控制其他的电压电流的回路 那这个部分你就必须把它的回路给截断 然后从这个地方接进来 可能是接上面两个或者是下面两个位置 那这个部分我们放在比较进阶的课程再来讲 因为接外电的回路如果是比较大的电 比如说家里的110伏特 那它就会稍微有点危险的部分 所以我们把它放在进阶的课程 会针对寄电器在做说明 单就讯号控制的部分 大概就跟LED的接法是一样的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程式 然后因为我们一样是使用第三只脚 所以我们一样要把数位接脚的第三只脚作为启用 然后呢 做输出的设定 我们从第三只脚要输出讯号去控制 寄电器模组 那在使用的时候呢 就是用这一个第三只脚 好那这个0呢 就是关 1就是开 好那一样再给它一个 当绿旗被启用 那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当我在执行这个 绿旗的时候 好你可以看到它有叼一声 叼一声 叼一声表示它的开关有做切换的动作 好那如果这时候你在 再点一次绿旗就不会听到声音了 那如果你再切换成 1 好就是开跟刚刚不一样的情况 那我们再点一下 你会听到叼一声对不对 好这个就是里面的开关在做切换 那如果你想让它一直做开关开关的动作 那就刚刚我们开关LED的例子是一样的 0跟1 然后一样要有等待时间 那这边要注意一点就是 因为继电器它是属于一个机械式的开关 那机械式的开关呢 它没办法太快 所以你的等待时间不能是很快的 不能是很快的 那这是一个LED闪烁一秒的程式 那所以呢我们来试试看继电器的部分 那我把麦克风靠近就可以听到它的声音 好开始 好那这个声音就是继电器在做开关的一个动作的声音 那它就会经过这边去控制你的电路 好那所以继电器它它是一个物理性的开关 所以它不能做太快的动作 假使你这边时间开关的时间间隔太短 好它就有可能会这样的状况 或者是不太正常 因为时间太短它来不及动作 毕竟它是一个真实的机械动作 好 像现在时间太短 这可能会造成电路的问题 好 所以我们会建议你使用继电器的时候 尤其是后面接110的大电的时候 好 我们这个切换的时间不能是太快的 好 不能是太快的 大概最好都半秒以上 好 半秒以上 好 直接使用的方式